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有一句谚语 大家知道 民以食为天 所以这个充分地反映出 就是说粮食和农业 在我们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我们人类 过去差不多几千年来 在农业生产的历史中的话 主要就是一个 对主要农作物进行一个 品质改良和驯化的过程 以上个世纪60年来开始的 绿色革命为例子 实际上当时是因为 半癌感的和抗导服的 这些小麦和水稻的品种的 培育和推广 所以可以大幅度提高了 粮食的产量 从而是很多的人口 从农业生产中解胖出来 那这些非常神奇的这些品种 到底怎么预成的 实际上答案非常非常地简单 那就是因为单个基因的变异 比如说在小麦上的 绿色革命基因 和水稻上面的 绿色革命基因的话 它们都是因为 在这个队内 对一个植物激素的反应 发生了变异导致的 因此在过去几十年来的话 植物的遗传学成为 农业生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沿的课题 像科学家在生产史的研究 已经找到了很多 控制很多重要农业性状 这些功能的基因 那这些基因呢 包括一些比如说对产量 高产的 以及对高品质的 或者说对病虫害 有非常强的抗性的这些基因 那一旦这些基因来到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利用这些 非常所谓好的基因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那么可以把这些基因呢 拿过来以后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转基因的这个技术呢 把它呢转到这个植物里面去 从而呢死得 原来没有这些性状的 这些植物品种呢 获得这个好的性状 那这就是所谓的转基因 目前的全世界转基因的话 主要是两个转基因 第一个是一个抗虫的 转基因的品系 另外还有一个是 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的品系 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说 这是一个转BT基因的 一个抗虫棉花的一个品系 像BT的蛋白呢 它对低等的这个昆虫是有害 但是对高等的人 或者是这个牲口的话 它是没有害的 那如果就转到 把这个BT蛋白转到植物里面去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使得 这些低等的这个 比如说棉林虫 就不能够再吃这个棉花 转基因实际上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哪里呢 它是可以大量的减少 这个比如说 杀虫剂它的使用量 因此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是全世界上 转基因的现代种植面积 是逐年才不停地增加的 主要是以美洲 它还有亚洲很多的国家 但是近几年来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对吧 就是对公众 尤其是对转基因的食品安全 以及它潜在的环境的风险 大家有非常多的争论 比如说在中国的话 村委员和方舟子 就是他们俩之间 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辩论 使得转基因的食品和转基因的技术 目前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到底怎么样来解决 目前这个困境 我想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用四个 可能就有革命性的生物技术 包括我们高通量测序技术 干细胞技术 还有基因编辑的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小埃干傲技术 那小埃干傲技术 它来源于我们对基因沉默的科学的研究 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在2006年 已经获得生物医学和生理的诺贝尔奖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你把一个很小的双链的RNA 转到细胞内面去的 那么它就可以找到跟它相似的基因 然后把它特异性地干扰 或者把它沉默掉 这个技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在于 它的特异性和它的选择性 所以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已经用到 动物或者植物那边 比如说来抗虫或者抗病毒 但是目前用的技术 还是必须依赖于转基因的手段来进行 那么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规避大家有争论的转基因的技术 目前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方法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RNA的喷射方 实际上你可以不把它通过转基因的方式 而把这个很小的RNA 就是关于喷到植物的表面去 那么植物吸收以后的话 那就是可以特意性地干扰 它们那边的基因的功能 我们今年刚刚研究了 一个研究成果在科学上发表 实际上我们现在找到了 就是在植物那边的基因沉默 或者小RNA的沉默的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抑制的因子 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抑制因子 进行研究的话 那么将有可能以后来解决了 就是说这个RNA喷射中 最核心的两个技术瓶颈 就是第一个 就关于整个RNA它在植物体内 扩散的这个瓶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目前RNA技术在植物那边 它的效率不高的问题 所以如果一旦解决 这两个技术瓶颈的话 那么以后 那我们将有可能的 把这些RNA 就当做一个农药一样的 然后进行一个大田的实施 然后非常特意性地 来提高这些作物它的抗虫 或者抗病它的效应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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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